青年教会的意象是对齐和跨越 然后整个也设计在前半年的 主日崇拜的当中 所以不是我们青年崇拜 可是在主日崇拜的当中 要分享这个主导文 盼望从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当中 学习与神的心意对齐 其实你知道Bill Johnson牧师 所传讲的天国文化 也是从主导文 这个神愿你天父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发展出来的 你知道这个主导文是在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非常的精彩 内容是耶稣登山宝训的讲道 耶稣一开始他讲给予 接着他就教导祷告 也就是所谓的主导文 然后他教禁食 再来教导说要积财宝在天上 然后还有教导我们说不要忧虑 结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段经文 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可是你知道在这个 马太福音第六章 就是当耶稣讲到要积财宝在天上 跟不要忧虑的中间 他突然插了一段 好像完全不相关的话 而这一段话正是我们这一季的 主要的经文 所以他前面讲 积财宝在天上 然后后面讲不要忧虑 然后中间突然就挤了这一段话 看起来好像很不相关 但是我们要来读 因为这一段话 就是我们这一季主要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这是新义版本 那中文译本的讲的是 你的眼睛纯净 你的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污浊 你的全身就黑暗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 耶稣在这个地方 讲的并不是你肉眼的眼睛 他不是在讲你肉眼的眼睛 不然的话光哥近视快一千度了 我整个人岂不是超黑暗的吗 而且我是区牧长 我要带领你们所有人 走向黑暗的里面 请问耶稣是这个意思吗 No 他不是这个意思 耶稣在讲的并不是你的视力 跟你肉眼的健康 而是你内心的镜片 耶稣还讲的是你内心的镜片 也就是你的核心价值跟你的信念 将会影响你怎么样看神 看人跟看这个世界 我再说一次 你内心的镜片 也就是你的核心价值跟你的信念 它会影响你怎么样看神 看人 还有看这个世界 这是为什么耶稣说 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 这是多么的黑暗 你知道去年有一天的时候呢 我突然就有看到好几个YouTuber 他们在分享 他们去做了一种最新的镭射近视的手术 叫做Smile S-M-I-L-E 然后中文叫做全非秒的这种 最新的一个这个镭射近视的手术 然后呢我看到他们在讲的时候 我就很有兴趣的去研究 因为我周围呢 包括我的老婆在内 很多人过去都做了这个近视镭射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多少人 你有做过近视镭射的可以举一下手吗 你看蛮多人的 蛮多人 那个在网络上面的 如果你们有做过的话 写个加一 在下面 加一 就是我看了你说 我就很有兴趣 但是因为 你知道我旁边很多的人 有做了这样子的近视镭射 但是呢 我都不敢做 因为我很害怕有副作用 很害怕 因为我听到有些人讲 所以呢 我就在等 有没有更新的科技的时候 我就 我再来做 所以当我在研究的时候呢 当我研究的时候 神就突然对我说 我要矫正你内心的视力 神就给了我这一季 祂要讲的东西 祂说 我要矫正你内心的视力 祂说 因为你内心的眼睛 若是明亮的话 全身就光明 可是如果你内心的眼睛 出了问题的话 祂说 不只是你的个人 也是整个基督的身体 都会黑暗 不只是你个人的身体 不是你这个人而已 而是整个基督的身体 都会黑暗 这就让我想要跟你分享 为什么在今年 我们Ager for Jesus 我们想要办一个 天国文化线上的学院 就是因为我们期待 能够为基督徒 戴上一个新的眼镜 我们先来看这个影片 Ager for Jesus 在今年9月 将会举办天国文化线上学院 一年级的课程 这十多年来 因着举办天国文化特会 发现弟兄姐妹 在个人的生命 牧区和教会的体质 有极大的提升 有极大的提升和改变 也因着疫情的关系 整个团队开始着手 把多年所领受到的 宝贵启示和属灵产业 按照不同的主题 重新做了规划与编排 我们全心期盼 藉由这个线上学院 可以帮助基督的身体 训练出更多 走在天国文化思维 并且知道自己身为神儿女 身份的领袖与工人 大家都知道 Age of Jesus的意象 就是传递天国的文化 然而为什么 天国的文化这么重要 因为在错误的文化中 弟兄姐妹所经历到的 是捆绑 定罪和控告 不是自由 健康和丰盛的生命 你知道耶稣在世上 最严厉责备的一群人 正是当时那些对信仰 最有把握的宗教人士吗 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23章15节说 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 你们有祸了 你们走遍海洋陆地 要使一个人入教 当他入了教 你们却使他沦为地狱之子 比你们更甚 你知道法利赛人 这是当时的牧师和传导人 而耶稣说 他们所在做的 使人下地狱 你知道耶稣讲话的时候 还真的是火力全开 完全是不留余地的 耶稣还没有讲完 在23章第27节说 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 你们有祸了 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墓 外面好看 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和各样的污秽 你一定要知道 法利赛人跟文士 在当时可能是比任何人 还要懂圣经的 但是他们所认知的方式 意思是他们是透过律法主义 宗教的思维 还有自以为意的滤镜 来领受这些的信息 而他们领受的方式 反而把当时的人 带进到死亡 而不是生命 神的道 应该是要活泼有功效的 但是我们却常在 不知不觉的当中 用宗教 还有善与恶的知识 把人带进到 叫人死的律法里 所以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 我认为 是出在我们领受神话语 跟真理的方式 我相信唯有透过耶稣的方式 因为耶稣说 I'm the way 我就是那个方式 还有透过天国文化的思维 我们才能够正确的领受真理 经历真理 并且体验神 透过这些真理 所要我们得着的一切 我们渴望透过 学院课程的三个面向 来认识神的话语 让神长大成熟的众儿子 能够真正的显现出来 这包含了生活的层面 也就是帮助你 以神所赋予你的身份 来与人互动 还有与神的关系 这个层面 也就是帮助你 实际学习与耶稣 天父和圣灵建立关系 也要从信念的层面 也就是要帮助你 去拆除你内心的谎言 和错误的滤镜 我们的师资团队呢 有来自于海内外 具有五重职份的 牧者领袖组成的 但是除了外情讲连之外呢 学院每两周还会安排 学员与一线的牧者 进行线上的互动交流 让学员能够提出 在学习或是信仰 还有服饰上面的问题 目前确定会有我 还有信中牧师 训证牧师 子俊牧师 光伟牧师 文华牧师 还有周爸爸 来与每一个学员 分享互动 学院的规划呢 为两年制 第一年分上下两个学期 每一个学期二十周 共九个月 每一周呢 大约是三个小时的课程 学生可以依个人的行程 来安排完成这个上课的进度 学习的时间非常有弹性 地点也不受限 只要你有网路或是装置 就可以来上课 学习的当中呢 所有的课程都是可以 无限回看的 非常适合因着工作 家庭或是其他的因素 没有办法腾出一段 固定完整的时间 但是仍旧渴望 受装备的弟兄姐妹 来报名 所以邀请你 即刻报名2021年的 天国文化线上学院 如果你有兴趣 更多的来了解 请扫荧幕上面的QR Code 在我们学院的官方网站上面 有更多详细的资讯 期待九月 与你线上见 所以如果神也把这样子的感动 放在你里面的话 我会鼓励你好好的装备 你的生命 我看到后面的时候 就感觉到我有点像是在卖药的 有点像在卖药的 这种适合什么什么 然后讲 OK好 还记得在那个不同反响的 自由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祈祷自由有两个 最重要的定义 第一个定义呢 自由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活出你真实的身份 也就是天赋在永恒的当中 所想到跟创造的你 也是耶稣基督所拯救 跟恢复那个新造的你 意思是自由的第一个定义 就是你要怎么样活出自由 就是你要从神的眼光 来看你的身份 看关于你是谁 才是你生命改变 跟转化的一个最高的层次 你要了解知道你的身份 所以这是自由 第二个定义呢 第二个定义呢 就是你回到神设定 你生命跟灵魂运作的模式 也是我们常在 《经典崇拜》里面 讲到的观念 就是领受 承载跟传递 而这就是生命术 我在说 自由是什么 就是你回到神 设定你生命跟灵魂 运作的模式 也就是领受 承载和传递 而这个就是生命术 我要邀请你所有的弟兄姐妹 从现在开始 可以戴上这个领受 承载跟传递的眼镜 来看待你灵魂 跟你的生命运作的方式 也来看待你是 与神的关系 你要怎么样子 来与神互动 你应该要先从神那里来领受 你要接待神的同在 你要管理神 所赋予你的 你要让神的工作 在你的里面 可以自由地运行跟工作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承载 最后呢 你可以将神转化 你的生命气息 从你的里面 再释放出去 可是你会发现 亚当夏娃呢 他们却选择了 另外一棵树 他们却选择了 分别善恶树 你要知道 分别善恶树 是完全相反的 一个运作模式 生命树是领受 承载跟传递 可是分别善恶树 它是一个完全相反的 一个运作模式 就是当你有了 善与恶的知识 也就是你有一套经验 原则 策略跟方法 当你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不再需要 继续地与神连结 然后呢 每一天从神那里领受 而是你会发现 你就可以成为 你自己的源头 你就开始自给自足 然后由你来发动 而不是等候神 让神来主动 它是跟这个 自由的definition 完成相反 跟生命树的运作方式 是完全相反的 生命树是领受 承载跟传递 可是分别善恶树不是 当你有了这一套东西 当你有了这些的知识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不需要与神连结 你也知道你该怎么做 你也知道 你可以怎么样子来运作 所以就变成你在发动 而不是神在主动 但是我要告诉你 释放跟传递出来的 它就会是你 不会是神 如果你是按照 分别善恶树的话 它释放出来的 跟传递出来的 就会是你 不是神 问题是 我们再怎么样子的努力 我再怎么样子的努力 我给出在座的周迅光 都没有办法去改变 任何人的生命 我们给出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自己再怎么样子的努力 都没有办法带来转化 没有办法来改变 任何人的生命 因为你要知道 只有神生命的气息 才可以 关键就是什么 关键就是 它是从领受开始的 它是先从神那里 领受开始的 OK 你说光哥说领受 承载跟传递 跟我一起说 领受承载跟传递 再说一次 领受承载跟传递 OK 所以第一步是什么 OK第一步是领受 可是我发现 我们的问题呢 也是出在第一步 我们的问题呢 也是出在第一步 因为重点 不是你领受了什么 重点是我们 到底是如何领受的 OK 你如何认知一件事情 How you know 比起你认知到的什么 What you know 还要重要 我再说一次 你如何认知一件事情 How you know 比你认知到的什么 What you know 还要重要 What 讲的就是内容 也就是神所默示 完全无误 永不动摇神的话语 甚至我们可以说 What 就是天国的能力 跟文化 我们知道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呢 我却发现 有一种理解圣经 跟认知神话语 还有领受天国 所有一切的方式 是会带来亏损 跟伤害的 当耶稣说 你刚刚看的那个影片 当耶稣说 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的时候 道路的英文是 I'm the way 他的意思是 我就是那个方式 我就是那个方式 耶稣在说的是 我们若不是以 他的方式 来认知 跟领受 而是以宗教 以律法主义 以善与恶的知识 来认知 跟领受的话 你的信仰 会经历到的是 谎言 死亡 跟捆绑 而不是真理 生命 和自由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这正是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信基督教 他们来到教会的里面 他们所经历到的 身为基督徒 我们从来都不缺乏 善的知识 然而你是如何接收的 就是 比你接收到了什么 还要重要 所以这很重要 你是怎么样接收的 你是怎么样领受的 我们都很熟悉 在圣经里面一个最有名的比喻 叫撒种的比喻 大家知道吗 撒种的比喻 撒种的比喻 耶稣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 他讲的是撒种的比喻 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 怎么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意思是说 这个比喻是入门 你必须要先明白这个比喻 你才能够通往 其他耶稣讲到 天国好像什么 天国好像什么的比喻的里面 所以你搞懂了这个比喻 我们就能够明白 其他所有的比喻 而你知道 其实这个撒种的比喻 讲的正是领受 承载跟传递嘛 他讲的就是这个观念 领受承载跟传递的这个过程 撒出去的种子 必须要落在好土上面 是什么 就是领受 也要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健康的成长 这是什么 承载 以至于他才能够结果 只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这是什么 传递 传递出去 耶稣说种子就是神的道 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 马太福音说 这个种子就是天国的信息 天国的信息 这个天国的信息要领到你 OK 那什么是神的道呢 不只是神的话语 更是神的声音 是天国的能力 同在还有启示 你可以说道 这个神的道呢 就是神的工作 跟祂生命的气息 进到我们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 运行在我们的身上 以至于我们承载 使我们可以结出 长存的果子 来给予跟传递出去 我们可以带来真实的改变 跟转化 但是坏消息来了 坏消息是 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 只有四分之一的存活率 OK 坏消息是 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 你要知道神的道 有多powerful 神的道 你知道因为神是 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的神 因为你要知道 当神说话的时候 祂在创造 所以神的道是超级有能力的 神说什么就有什么 OK 但是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的里面 却只有四分之一的存活率 问题不是出在 撒种的人 不是出在神身上 也不是出在 种子的上面 因为种子是神的道 这两个都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是出在 我们内心的状态 问题是出在 我们内心的状况 这个撒种的比喻 讲到第一种 就落在路旁 落在路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心里听不懂 你听不懂 神在讲什么 你听不懂 你就觉得说神啊 你在讲什么 OK 这跟我现在所在面对的 有什么关系 你讲这个干嘛 或者是呢 这跟我实际的经历 差好远哦 我一点都不是这样认为的嘛 所以好吧 那我就把这个 先放在一边 OK 这是什么 这就是种子 落在什么 路旁 结果呢 仇敌魔鬼就怎么样 把他偷走了 我就先把他放在一边 我不懂你在讲什么 神我不懂你在讲什么 我就把他放在一边 仇敌魔鬼 就把他偷走了 第二种 是落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你一开始听的时候 你很火热 你很兴奋的领受 OK 非常的火热 很兴奋 哇你听起来 哇你参加一个特会 哇你参加 就是聚会的里面的时候 哇你很火热 你觉得很兴奋 但是因为没有根 OK 因为没有根 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上次我 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我跟整哥 还有雅丸 还有信中哥 我们在台上一起分享的 那个装备 就是我们怎么样 装备我们的生命 没有根 讲的就是 你没有系统的装备 声音上神的话说 根基若毁坏 一人还能够做什么呢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没有这个系统的装备 跟根基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一遇到困难 你马上就会跌倒 你要知道 神的启示 跟祂应许的属性 虽然是超有能力 而且当你有信心的去做 去行的时候 那个奖赏也超大的 OK 我再说一次 神的启示 跟祂应许的属性 很有能力 而且奖赏也很大 但是呢 祂有另外一个属性 是祂会吸引试炼 跟逼迫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OK 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呢 当神给你命定 当神给你意向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也会吸引了这些的试炼 这些的考验 这些的逼迫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如果你没有根基的话 你马上就跌倒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是落在荆棘的里面 就是你被今生的思虑 你被钱财 你被享乐的思维挤住了 而这样子 你也结不出果子来 你看哦 看沙种的比喻 你看 沙种的神没有问题 对不对 祂的话语 工作跟生命的气息 中字 也没有问题 问题就是出在我们这个领受的接收器上面 也就是我们错误跟扭曲的信念 还有核心价值 会拦阻神所要传递 跟释放给我们的东西 马赛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五节 耶稣他就在讲这个沙种的比喻的时候 他说了这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 用不灵的耳朵去听 又闭上了眼睛 免得自己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好他们 就他说 他们这群人 他们心思迟钝 他们的耳朵是不灵的 然后呢 他们眼睛是关上的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领受 耶稣转向门徒 对他们说什么 下一节 我们来读下一节 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为可以看见 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 因为可以听见 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为什么 因为可以看见 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 因为可以听见 门徒可以看见或是听见 请问是因为他们的视力好 或是他们的听力特别厉害吗 还是因为门徒们特别的聪明 都不是 是因为他们内心的状态 也就是保罗所说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让世界跟环境 让过去发生的事情 来扭曲你内心的镜片 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才有办法看得见 在解释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耶稣还说了这段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八节 我来读给你们听 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留心 什么 你们应当留心 怎么样 怎样听 怎么样听 How you hear 因为凡是有的 仔细看 凡是有的 有领受到了 你有领受 领受承载传递 凡是有的 领受到了 还要再给他 凡是没有的 就是你领受不到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拿去 耶稣不是说 要留心听什么 What you hear 他不是在讲这个 而是How you hear 你怎么听的 因为重要的不是 你认知跟接收到了什么 而是你是如何认知跟接收的 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独特的口音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独特的口音 你知道我在新加坡 读圣经学院的时候 他们那些的人都说 我的英文有加州的口音 有加州的口音 我心想说What did 你们还敢说我 你们自己有Singlish 还讲我OK 你们的口音更严重好不好 可是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口音 但是其实我们是不自觉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口音 但是我们是不自觉的 除非你遇到跟你口音不同的人 你才会察觉到这件事情 但是有没有可能 我们在看和听的时候 也是用我们独特的口音在接受 有没有可能我们在看跟听的时候 也是用我们独特的口音在接受 所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以为 你怎么样看神 看自己 看别人 跟看这个世界 跟你旁边的人都一样 我要问你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这样想 就是你会不会以为 你怎么样看神 你怎么样看你自己 或是你怎么样看别人 或是你怎么样看这个世界 其实跟你旁边的人是一样的 或者是呢 别人都跟你一样 你有没有这样想 就是别人都跟你一样 这个你会觉得是很自然 很理所当然的 其实让我告诉你 根本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 你说别人是不是跟我一样 或是我是不是跟别人一样 那我告诉你 根本就不是这样 OK 你知道这个口音是什么吗 你有你独特的口音 你知道这个口音是什么吗 就是你内心的信念 跟核心价值 我告诉你 正面的叫做属神信念 和天国文化 OK 正面的叫做属神信念 跟天国文化 负面的叫做偏见 和坚固盈磊 OK 正面的叫做属神信念 跟天国文化 负面的叫做偏见 跟坚固盈磊 那信念到底是什么呢 我来跟你分享 第一个 信念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它不是在你的头脑里 而是在你的心里 我要讲信念 很重要 因为它就是那个镜片 信念不是想法 因为它并不是在你的头脑里面 而是在你的心里 想法只是内容跟资讯 就是what 内容跟资讯而已 但是信念比想法 还要来得更加的强大 它会决定的 不是你接受到什么 而是你是如何接受的 你是如何领受的 OK 第二个 关于信念呢 就是大部分你里面的信念 是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直到你把它说出来的那一刻 我再说一次 信念是什么呢 就是大部分你里面的信念 其实并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直到有一天 发生了某件事情 你把它说出来的那一刻 你才会知道说 哇 原来那是我的信念 原来那是我的信念 比如说 那我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你能够 你现在能够讲出来的 不见得是你的信念 你知道吗 你现在能够 你现在说 你的信念是什么 然后你现在可以讲出来的 不见得是你的信念 因为你的信念 你现在讲不出来 除非发生某件事情 你现在讲不出来 可以 所以你现在能够讲出来的 比如说你讲 God is good 神是良善的神 不好意思 它不见得是你的信念 或者是呢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你说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你讲得出来 但是它不见得是你的信念 因为 你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不是这样认为的 有很多的信念呢 是你还没有办法 用词汇来表达 因为我在说 它不是在你的头脑里面 你就是透过人生的经历 来学到关于你自己 关于这个世界 还有关于神 你认为是真的事情 OK 所以你会看哦 你认为是真的事情 那个才是你的信念 而不是那些的information 不是那些资讯而已 就是你透过你人生的经历 透过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透过你的原生家庭 学到关于你自己 关于这个世界 还有关于神 你认为是真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信念来想 我们是把它当作现实 现实 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真实 到底是什么 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错误的诊断 会带出错误的治疗 当你错误的诊断的时候呢 你只会带出错误的治疗 到一个地步 当你的现实 你的reality 离神的真理太远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叫你得以自由 我再说一次 他严重的是什么 到一个地步 如果你的现实 你的reality OK 离神的真理太远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叫你得以自由 当耶稣说什么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你们必定认识真理 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 你们必定认识真理 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 可是你知道吗 真理在这个地方 他用的字 不是logos跟rima 他用的字不是 通常在这里面讲到神的话 就是用logos跟rima 他不是用logos跟rima 这两个字 他用的是reality 就是真实 他用的是reality 他说你们必定认识神的reality 神的真实 而这个神的真实呢 就会使你们得以自由 为什么 因为你内心让你看见 跟所经历到的 是一个扭曲的 virtual reality 我再说一次 因为你现在你的内心 让你看见跟所经历到的 是一个扭曲的 virtual reality 是一个虚拟真实 换句话说 我们每一个人正活在一个虚拟真实的 一个监牢的里面 可是我们并不自知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样一个监牢的里面 是一个virtual reality的当中 可是我们却不自知 除非你亲自的遇见天父 除非你亲自的遇见神 你得着了耶稣为你死而复活的启示 你有圣灵的光照 不然的话 你就会一直囚禁在你错误信念的系统 跟你价值 核心价值里面 而我要告诉你 那个就会让你像瞎眼一样 你看不见你现在真实的状况 约安福音16章13节 那边耶稣说 只等真理的灵来了 圣灵祂要让你看见reality 祂要让你看见真实的状况 祂说只等真理的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一切的reality 当你能够认知跟接受到神版本的真实的时候 你才能够活出神所创造 耶稣所救赎的你 而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们很多人被囚禁在我们的virtual reality 我们的虚拟真实的里面 可是神说圣灵 这位真理的灵 要引导我们进入到祂的reality 神的reality 而我们才会真正的活出神所创造的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念并不是对或错的资讯 意思是说祂并不是善与恶的知识 祂是你内心的镜片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季的里面 我们要讲到 How you see 你怎么看的 就是你到底带上什么样的镜片 祂是你内心的镜片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说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请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墓穴 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凉木呢 有多少人知道耶稣在这个地方 不是在讲凉木跟墓穴 祂不在讲凉木跟墓穴 而是祂在讲的是你内心的镜片 也就是你的信念跟你的核心价值 祂讲的不是你看到什么 而是你怎么样看待你的人生跟这个世界 很糟糕的就是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的镜片都被刮花了 不然呢我们的镜片就是扭曲了 而这会使我们没有办法以天国的眼光 来接收跟理解 所有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 我们看见的是Virtual Reality 不是真的 谁让我们看见的一个Reality OK 好 那我举一个例子 我家的客厅呢 有一个定做的全身镜 我家的客厅有一个定做的全身镜 OK 这个 在我家客厅里面有一个定做的全身镜 OK 经过了六七年时间的热胀冷缩 它就变形了 它就变形了 我怀疑以前我为什么无法减重 就是因为我镜子照出来的是这个样子 下一张 我镜子照出来的是这个样子 OK 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我是这个样子 我每一天看到镜子的时候 是刚刚上一张上一张 是看到这个样子 OK 因为它扭曲了 它那个镜子因为热胀忍受已经扭曲了 所以我每天看到是这个 可是其实不是这个 另外一张是这个 OK 福悲满意的这个 OK 我告诉你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的 真的不是Reality 真的不是真实的状况 真的不是神版本的真实 你知道吗 我们看见的是我们里面自己扭曲的 透过那个镜片在看这些事情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举恐惧 恐惧为例 因着疫情 在灵界里面 让我告诉你 现在最张狂的就是恐惧的灵 在灵界的灵域当中 最张狂的就是恐惧的灵 你超容易感受到恐慌 焦虑 紧张 跟沉重的压力 如果你比较先知性 或是你的灵里面比较敏锐的话 哇 那你更糟糕了 你看到的已经不是一幅图画了 你会看到的是 IMAX版本的3D电影 OK 你会看的 就是那个效果会很厉害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恐惧的灵 非常非常的强 它现在很强烈的在运行 如果你是在圣灵里面的话呢 你会是最安慰鼓励的人 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圣灵里面的话呢 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 就是你讲出来的东西会很可怕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 你没有办法想象 在疫情的当中 Chris Fountain牧师呢 他在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列国的先知的群组的里面 他不时的 常常的就会收到 这一类的语言 就是 末世要来了 世界要毁灭了 美国要内战了 或是打疫苗 就是打兽的印记了 这一类的东西 OK 他就会收到很多这方面的先知性的话语 可以这类的先知性话语 因为呢 这些的 这些的先知性话语都很长 有些真的是30分钟 40分钟这么长 就是讲在里面 然后他要所有人听 这么长谁要听 所以呢 Chris Fountain牧师呢 他就会这样的 他说 我只需要听前面的五分钟 我就会知道后面的内容 会长怎么样子 他说 我只需要听这个人 Prophesy五分钟 我就会知道 他的结论是什么 他对他的先知性团队说 他说 他的同工说 我只要听你发预言五分钟 我就会更了解 你内心的镜片是什么 甚至会超过 你所Prophesy的那个对象 他说 我只要听你Prophesy五分钟就好 我就会知道 你里面戴的眼镜 你内心的镜片是什么 因为你总是透过你的信念 还有你的核心价值在服侍 所以让我告诉你 光哥很喜欢听人家祷告 我并不见得会开口祷告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时候 在我们区牧长同工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网络当中 跟其他的牧者的时候 我很喜欢听他们祷告 因为我就说了 你给我听三分钟你祷告 我就会知道 你对神 对你自己 还有对别人 还有对这个世界 你里面的信念是什么 你里面的信念是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凡在你里面的 他就会很自然的传递 跟释放出来 Prophesy牧师以前呢 有学了六个月 开小飞机 给他学开小飞机 飞了五次呢 就吐了三次 一开始老师说 没有关系啦 大家都这样子 但是到了第五次的时候 老师就说 你这辈子还是不要开飞机好了 OK 你要知道 大多数的小飞机会发生坠机 就是因为飞行员 经历到一种 所谓的叫做空间迷向的 这种错觉 就是这些飞行员 他们经历到一种 叫做空间迷向的错觉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他进入到很厚的云层 或是暴风雨的当中 他看不见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视线 他看不见的时候呢 他们通常会有一种感觉 这些飞行员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们觉得 他们的飞机是颠倒的 他们觉得他们的飞机是颠倒的 于是呢 他们就把他们的飞机转过来 可是他们转过来的时候 现在才真的是颠倒 所以当他们以为在爬升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飞机是朝着地面冲 而坠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因为空间迷向的这个错觉 他们以为他们的飞机颠倒 所以他们就震过来 然后他们就说 往上爬升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往下在冲 所以他们就这样坠机了 大部分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开飞机的学校 在教他们的时候呢 教他们看仪表板的时候呢 就会告诉他们 每一堂课都会重复强调这件事情 每一堂课都会重复强调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相信你的仪表板 他们会告诉这些飞行员 你要开飞机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你的仪表板 所有 然后他会告诉他们说 所有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这些仪表呢 一定会有两个重复的 所有最重要的这个仪表呢 一定会有两个重复的 你会说 干嘛要有两个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要两个 又何必呢浪费嘛 干嘛要有两个一模一样的 因为如果你在暴风雨当中 然后你感觉到你是颠倒 你看不见的时候 你感觉你是颠倒的时候 而你认为你是在向上爬升 你描了一下你的仪表 发现事实不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你视觉感知 实在太强烈 你里面的感觉太强烈了 你就会告诉你自己说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什么 表坏了 所以当你觉得 当你看 你瞄一下那个表 那个表上面说 不是这样子 可是你里面的感觉太强大了 你很相信你的感觉 所以你就会一定 有一个想法是说什么 表一定坏了 表一定坏了 表一个坏 这个时候呢 他说 你就要看另外一个表 同样的表 你要看另外一个 同样的仪表 而这就是圣经里面的原则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不要只听一个人讲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所以两个仪表 会告诉你真实的状况 也就是真理 而不是继续在暴风雨的当中 相信跟跟随你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 他要有两个同样的仪表吗 因为两票剩一票 你一票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他也只有一票的话呢 你就会相信你的感觉 不相信他 你会觉得他坏掉 所以呢 你就会crash 所以他给你两个同样的 两个人的见证 两票 赢你一票 为什么 我告诉你 reality 神的真理 会帮助你 能够在暴风雨的当中 你不是相信 跟跟随你的感觉 而是相信神的真理 那我告诉你 这两个仪表板 就是在你的生命的当中 积极主动地建造的 属神的信念 跟天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他在哪里 我告诉你 就在你的周报上面 翻过来 你的周报 你的周报前面 你的周报前面 可以 属神的信念呢 跟这些的天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神是良善的神 Amen 然后呢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Amen 前面有人 Amen 第三个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第四个 你跟我都是重要的 你要积极主动地去建造 这个属神的这两个表 属神的信念 跟天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可是我告诉你 你平常看的时候 觉得还不错 神是良善的神 在神没有难 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如果他们 真的成为你里面的信念 而不只是知识的话 在人生的暴风雨的当中 祂会救你一命 在你人生 我跟你分享 你人生一定会碰到暴风雨 一定会经历到风浪 在你人生的风浪 跟暴风雨的当中 这个属神的信念 跟天国文化的价值观 如果不只是 在你的里面是知识 而是在你的里面 是成为你的信念的话 祂会在暴风雨的当中 救你一命 就像救这个飞行员一样 当圣经说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都是由心发出 你会发现 就像是撒种的比喻一样 神把祂永恒的神性跟全能 也如一颗种子一样 种在我们的心里面 而当祂从我们的心里面 发出来的时候 祂将会释放神 祂自己的一切 进到我们所在的世界里面 然后我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 拦阻了祂进到我们的里面 并且透过我们释放出来呢 就是我们对神 跟对自己扭曲的信念 就像前面所说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口音一样 透过这个信念的镜片 我们看这个世界 并且接收讯息 我们觉得我们接收的才是真的 你知道可能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不见得会骄傲的说 别人是错的 我们可能不会那么骄傲的说 你们都错的 我们不见得会这样讲出来 或者是我们也可能 不会很大不尽的说 神你是错的 我们只会很含蓄的说 神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可是我们不敢说 神啊你错了 可是我告诉你 我们的心里面却认为 我们所接受到的 我们所感受到的 才是真实的状况 意思是说别人是错的 你们讲什么 你们牧者讲什么 领袖讲什么 神的话说什么都不是真的 我里面的感受才是真的 透过我们内心的核心价值 我们与神与人也与自己互动 因为你会发现 信念是我们接受现实的镜片 就是我们的心认为 这是真的 这才是真的 所以只要不符合这个信念的资讯 就进不来 只要是符合的 它进来的时候 就会被放大 我再说一次 信念是我们接受这个现实的镜片 所以只要是不符合这个信念的资讯 它就进不来 它就会被过滤掉 只要是它就会被挡在外面 所以只要是符合的 进来的时候 就会被放大 你有没有感觉到很熟悉 这个是什么 就是有的还要加给它 没有的 连它所有的都要夺去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有的还要加 进来就会放大 我们的信念跟核心价值 超级强大的 它并不会安静的在我们的里面 它还会管理什么资讯 到底能不能够进来 马可福音第四章24节到25节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在 继续的在这个 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 我们来读 请 耶稣又对他们说 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 神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 并且要超过尺度给你们 因为那有的还要给他 那没有的 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 OK 所以这是马可福音第四章 我们来比对一下 路加福音第八章 也是讲扫种的比喻 比对我们前面所读的 第八章18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你们应当留心怎样听 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 凡是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拿去 耶稣讲的主题是听 然后重点是什么 是你怎么听的 你是如何听的 并且呢 耶稣讲了 他说有的还要加给他 你知道你的大脑的里面 有一个机制叫做选择性过滤吗 你大脑里面有个机制 叫做选择性过滤 想一想看 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每一个时刻都有 成千成百的资讯 临到你 但是呢 你并不会去数它 甚至你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你并没有去处理 这所有的资讯 就是有成千成百的资讯 临到你 可是你不知道它存在 甚至呢 你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没有去处理 这一些的资讯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平凡人 跟FBI跟CIA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你知道吗 当FBI或CIA的这些探员 他们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们马上会处理所有这个 关于这个房间的里面 所有的资讯 他们会知道逃生的入口啊 他们会知道窗户在哪里 他们会知道这些的人 哪一个人穿什么衣服 哪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动作 他们都会知道 我们不会 我们傻傻的就坐在那个餐厅里面 就这样看 然后只看 看我们的菜 这是我们跟FBI的干员 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不会去处理 这些的资讯 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机制 叫做选择性的过滤 你大脑这个选择性过滤的机制 会告诉你说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重要的 或者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 而你就不会去留意 你不会去注意 然后你不会去处理 这些资讯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在一个特会的里面 一个讲员拿出一桶敬拜 会挥舞的棋子 这个棋子有着各种的颜色 他就说你们看 他就跟所有的这些会众说 你们算算看 桶子里面有多少金色的棋子 接着他就请 他就慢慢转那个桶子 然后接着他就邀请大家 闭上眼睛 然后他就问所有的会众说 有谁可以告诉我 桶子里面有多少只红色的棋子 他叫他们算的是金色的棋子 可是他所有人必然的时候 他就问他说 桶子里面有多少只红色的棋子 现场有一千一百人 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刚刚他叫的 不是要他数其他颜色的棋子 而是要他数金色的棋子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跟你分享 信念是什么 就是你只会看到 你预备好要看到的东西而已 信念 这个没有在你的上面 可是我要你写下来 你只会看到 你预备好要看到的东西 你只会领受 你已经预备好要领受的东西 意思是说 你没有预备好要看见的 你看不见 你没有预备好要领受的 你没有把他领受 很多有青少年孩子的父母 他们会说 我的孩子有选择性的听觉 有没有 他说我的孩子有选择性 就是他都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就是有选择性的听觉 朋友讲话都听 对 或者是说 喜文哥讲话也听 然后呢 他有选择性听觉 我讲话他总都不听 我的孩子 青少年的孩子 他有选择性的听觉 不好意思 让我告诉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选择性的听觉 你知道吗 我们会看或是听到 我们预备好要看 跟听到的东西 而且你并不会 以他真实的面貌来看他 而是你会以你真实的面貌 你真实的状况来看他 我再说一次 你不会以他真实的状况去看他 你会以你里面真实的状态来看他 所以我要问你问题了 请问你是以天父的本相来看他 还是你以你的本相来看他 你是以天父的本相来看他 还是你是以你本相 你里面的状况来看他 你是以天父的本相来敬拜他 还是你是以你扭曲的信念 跟核心价值来敬拜他 你知道当耶稣说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 他说 然而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那靠着圣灵 借着真理敬拜父的 记得真理是什么 reality 对不对 真实 靠着圣灵 借着真理 这位真理的灵 然后呢 他会要借着真理reality 敬拜天父的 才是真正拜他的 他是真正拜他的 因为父在寻找 这样敬拜他的人 一直说我们要以我们的灵 或者是圣灵 这位真理的灵 要引导我们 进入到神的真理里面 进入到神版本的reality 然后来敬拜这位神 当我们这样子拜他的时候 才是真正在拜父的 你知道我很喜欢 等一下我们在婚姻的时候 我们会唱这个 智德写的歌 叫敬拜的心 我很喜欢这首歌 因为它里面的bridge 所以你知道 我们今天要唱整首歌 就是为了那个bridge而已 但是呢 我们就要唱整首歌 但是我们为了那个bridge 那个bridge很棒 那个bridge想 心与心 心与心 深渊与深渊呼应 被火炼 被洁净 按你所示的 敬拜你 他说被火炼 我们的眼睛需要被炼净 需要被截净 所以我们才能够 以神的本相 以天父的本相 以耶稣的本相 真实的来敬拜他 所以问题来了 当你看到这位天父的时候 你会以他所示的来看他 还是你会以你所示的来看他 耶稣说只等真理的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 一切的reality 这样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囚禁 在我们自己虚拟真实的牢笼里面 就好像是 接下来我跟你分享这个影片 是《骇客任务》的当中 这部电影 主角Neil 他所面对的这个时刻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 《骇客任务》的《骇客任务》 《骇客任务》 《骇客任务》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来 你来 because you know something what you know you can't explain but you feel it you felt it your entire life tha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world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it's there like a splinter in your mind driving you mad it is this feeling that has brought you to me do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 matrix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 it is the matrix is everywhere it is all around us even now in this very room you can see it when you look out your window or when you turn on your television you can feel it when you go to work when you go to church when you pay your taxes it is the world that has been pulled over your eyes to blind you from the truth what truth that you are a slave neo like everyone else you were born into bondage born into a prison that you cannot smell or taste or touch a prison for your mind unfortunately no one can be told what the matrix is you have to see it for yourself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after this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you take the blue pill the story ends you wake up in your bed and believe whatever you want to believe you take the red pill you stay in wonderland and i show you how deep the rabbit hole goes remember all i'm offering is the truth nothing more 永遠 web 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 耶稣就在讲 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他说 但那落在豪土里的 就是人用诚实良善的心 来听 来领受 他把道持守住 那是什么 承载 忍耐着 结出果实 那是什么 传递 我要问你 你是以诚实 也就是真理 和神是那位完全良善的 天父的信念 在听 在领受吗 神不会强迫我们 但今天 我们愿不愿意 让这位真理的圣灵 来引导我们 我相信这一季 这是神要在我们当中 所做的工作 让这位真理的圣灵 来引导我们 把蓝药丸拿走 把这个红药丸放在你的手中 让神 为我们带上 他真理的镜片 以致我们的心 可以成为豪土 我们可以持守住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 以至于我们要结出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果子 盗贼来 无非是要偷窃 杀害跟毁坏 可是耶稣说我来 是要叫你得生命 有的还要加给他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生命 就是耶稣 他所promise 他所应许我们 那个丰盛的生命 好不好 每个人把眼睛闭起来 今天你只需要做那个决定 就像你刚刚所看到的电影一样 你里面总是觉得 乖乖的 为什么我每一次 接受到的讯息 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看这个世界 看神 跟神的关系 跟人的关系 都一直在一些挣扎的里面 像今天当我在敬拜的时候 我有感受到 神在说 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叫我们与他的爱隔绝 可是我却看到一个画面 我看见 有一些人 你的心在一个冰袋里面 你的心在一个隔热袋里面 所有神 所要在对你的心所做的工作 都被隔在外面 你跟神说 神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我听不见你对我说话 我感受不到你的爱 是不是因为在你里面 有那个扭曲的滤镜 那些的信念跟合金价值 可能是来自于你成长的背景 可能是来自于你过去 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在你的心里面 把一切神所要做的工作 全部都隔在外面 在这个地方 有神荣耀的同在 在这个地方 今天他浇灌他的爱在我们中间 他说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叫 你们与我的爱隔绝 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里面 扭曲的信念 跟扭曲的核心价值 使我们没有办法看见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 打过说 主啊 你开启我的眼睛 你开启我 open the heart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开启我里面内心的眼睛 你为我带上真理的镜片 好想我可以真知道你 我可以真实地经历你 在你天国里面 一切所有的丰盛 一切所有丰盛的产业 都是为我预备的 让我的心 不再感觉到麻木 我可以听见 我可以看见 我可以领受 我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来邀请圣灵这位真理的灵 让祂来帮助我们 以这位神 祂真实的面貌 祂是一位怎么样子的神 来敬拜祂 每一首诗歌 每一次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每一首诗歌 都是一个属神的信念 你在唱 还是你在敬拜 你是只有在唱 还是你有在敬拜 每一首歌 都是一个message 都是一个信息 都是一个信念 不是只是知识而已 我是要进到你的里面 所以我要问你 你是只有在唱 还是你有在敬拜 耶稣说 那真正拜父的 要以灵跟真理来拜祂 所以当我们用这首诗歌 我们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求神 把真理的今天 为我们带上 让我们可以真知道祂 真认识祂 也真实地来经历祂 我们也只有十个来敬拜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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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就是我全所有 每个呼吸 每个决定 都为了你 直到你带来那一天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 你说敬拜不可虚假 只要既无事来自我心里 祝你就越大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 当我再次说我爱你 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 是的 请让我们用真理来敬拜你 按照你的本相 来敬拜你 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眼睛 以及让我们可以真实地来看见你 我献上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 是你 吃的就是我全所有 吃的就是我全所有 你 每个呼吸 每个确定 都为了你 使命 吃的就是我全所有 每个呼吸 每个确定 都为了你 你說盡賣不可虛假 只要記物是來自我心裡 處理就越大 無論要付什麼代價 當我再次說我愛你 我會真正反自我內心 心裡心 心裡心 神言語 神言相依 被火裂 被潛進 愛你做事的勤敗力 心裡心 心裡心 神言語 神言相依 被火裂 被潛進 愛你做事的勤敗力 心裡心 心裡心 神言語 神言相依 被火裂 被潛進 愛你做事的勤敗力 你 讓本事兒心發握 以他做事 以他做事 來分容讚美太 打開我的眼睛 讓我看著妳 讓我看著妳的頭 無論要付什麼代價 妳相信愛不可虛假 只要幾無時來自我心裡 祝妳這月啊 無論要付什麼代價 當我再次說我愛妳 我會真正反自我內心 心與心 心與心 神願與神願相依 被火烈 被接近 愛妳所使的清白妳 心與心 心與心 神願與神願相依 被火烈 被接近 愛妳所使的清白妳 好不好把妳的手按在妳的眼睛上面 我知道我們不是單單靠我們的眼睛來領受 也是我們的耳朵 也是我們的心 但是耶穌說妳的眼睛若明亮 妳的全身就明亮 明亮 如果妳的眼睛出了問題 妳領受的這個接受器出了問題 妳的全身就黑暗 而這是何等大的黑暗 主 我就為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來祷告 來祝福 在這新的遺跡的裡面 主 我求妳帶我們進到 這個旅程的當中 妳要打開我們的眼睛 妳要讓我們 不再只是相信我們裡面的感覺 而是我們要相信妳的真理 我們要相信神版本的真實 只要當妳更多的對我們的心來說話 當妳更多的不是只是給我們知識 不是給我們資訊 不是給我們想法 而是妳把妳的啟示 放在我們的裡面的時候 就要改變我們的信念 要改變我們內心的晶片 只要如果過去在我們的晶片的上面 被刮花了 受到了傷害 因這一切的事情 使我們裡面的晶片扭曲的 主 孩子祷告 在這接下來的三個月的當中 求妳來恢復我們的勢力 求妳來恢復我們的勢力 恢復我們領受的能力 以至於我們可以領受 承載 還有傳遞所有天國的一切 這樣祷告奉靠主耶穌的名求 Amen 拍手把所有的掌聲 歸給我們的神 所有的榮耀淡淡的歸給祂 Hallelujah 好不好 我要去最後去找五個人說 神要為妳戴上真理的眼鏡 Amen 把時間交給佳恩寫 神要為妳戴上真理的眼鏡 我們今天的聚會就到這裡 要再次邀請第一次或第二次 來到我們當中的新朋友 哈囉 在線上的家人朋友 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又度過了一個美好的 週六青蟲的時光 從下午的四點一直到七點前 我們一起彼此的帶導跟禱告 然後到現在整個信息結束 等一下光哥會上來 來到這個地方 來在線上跟大家有一點互動 跟問題討論的時間 所以如果妳在關於今天的信息 有些地方是妳覺得聽完還不夠過癮 妳覺得想要了解更多的話呢 歡迎妳現在就立刻在我們的聊天室裡面留言 來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來告訴我們妳們一些的問題 想要了解更多的 那今天如果妳是線上的新的家人跟朋友的話呢 我們非常想要認識妳 我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實體的聚會裡面來歡迎妳 所以呢 邀請妳可以在我們的說明欄文字裡面 來找到這個線上新朋友的流名單 然後妳可以留下妳方便聯絡的時間 跟方便聯絡的資訊 然後我們在週間的時候就會通過聯絡妳 來介紹我們的教會跟小組跟你認識 那今天非常開心在線上跟大家一起來聆聽這一篇 呃 矯正視力戴上兒子的眼鏡 第一篇的信息 今天光哥講到的是關於我們頭腦裡面的信念 很多時候信念呢 不是我們可以說得出口的 但是在我們說出來的時候 比方說光哥說 其實我們只要聽一個人的禱告 開頭的前三分鐘五分鐘 其實我們好像就可以知道一個人 他是怎麼樣在思考 或是他裡面的核心信念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有一個機會 好像可以來對話來互動 所以不知道在線上的大家 關於今天這邊信息 有沒有任何的問題呢 想要來請問 是的 光哥來到我們的現場了 今天光哥我覺得他也蠻辛苦的 他從前面就是還帶敬拜 然後接下來又講信息 然後現在還要在線上跟大家來互動 來討論分享 所以今天線上大家 今天還好 今天沒有帶晴雨如 所以算是還好 我已經說還好今天沒有帶鏡片 好的 沒有帶鏡片 欸光哥你那個 你那個真的很驚人耶 戴影型眼鏡 你以前那個體重的照片很驚人耶 很驚人啊 超級驚人的 好可怕 拜託你不是都一直在我的旁邊嗎 但是我知道了 那個就是因為我常常在看的時候 其實看不出來 對 有一個鏡片 每天都有看到的時候看不出來 對 有一個被蒙蔽 通常我都是去一些別的地方去講到 去分享的時候他們會說 哎呀 光哥你怎麼瘦這麼多 很可怕耶 剛剛那樣照片好可怕 他們很久沒有看到我 對對對 很久沒有看到我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鏡頭上面會其實會加十公斤 你知道 鏡頭上面 所以現在也會嗎 對 所以鏡頭上面會比較 真的嗎 鏡頭上面會比較胖 所以他們真的看到真人的時候 是有嚇到的 就是紙片 因為他們都有看我們的那個嘛 崇拜啊或什麼的 對對對 欸 我發現線上的鏡頭前輩都很可愛 大家 你會每次都最後這個時候 才問問你 你們這些小條皮 好啦 因為他們剛剛在專心的領袖 可以接受嗎 好 專心的領袖 專心的領袖 現在線上有一個問題 他說我想要請問 團隊中如果有人因為孤兒的眼鏡 而到處傷人 怎麼樣可以跟這樣子人相處 但是不會被他被他刺傷 被他傷害 呃 我覺得就是 還是 還是要 沒有 就是我覺得說 如果你有看見他有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對 我覺得就是要為他禱告 因為 因為 其實就像我最後講的說 神並不會強迫要來換我們的鏡片 然後 我們必須要願意 所以呢 我覺得 不好意思喔 你講一下孤兒的眼鏡 欸 很多的時候我們也會 不時的會戴上這個孤兒的眼鏡 真的不小心 對 我覺得 今天我們也不要 就是說只是看到別人眼中的 那個 墓穴 就沒有看到我們自己眼中兩目 因為有些的時候 我也會不自覺的 欸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或怎麼會說這樣的話 就是可能會 欸 突然怎麼那麼沒有安全感 對 或者是那麼想要證明自己 這些其實很多的時候都是因為 因為我們又戴上了那個孤兒的鏡片 嗯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 嗯 我覺得就是 也要學習彼此相愛啦 既然耶穌都已經教導我們說 都要學習去愛我們的仇敵了 更換他不是我們的仇敵 他是我們的弟兄姊妹 只是他們可能現在戴的 這個鏡片有點扭曲啊 或者是說 以至於他們會有這樣子的 一個表現 當你了解了之後 我覺得你應該要 裡面有更深的憐憫 嗯 裡面有更深的一個同理 就是知道說 我們可能 以前也經過這個過程 對 我們也曾經 因為這樣子而傷害到別人 我覺得我記得就是 我前面 服飾了十年的時候 也是因為戴了這個孤兒的眼鏡 所以也是傷害了很多的 弟兄姊妹跟同工 當然我們都有這個過程 但是 我剛剛講說 你要趁這個時間道歉嗎 沒有 每次信息都要道歉 好不好 每次信息都要講說 我前面的十年 然後我怎麼樣子 就是 就是對同工都超級嚴格的啊 然後就是我們那種 一直拼啊打仗或什麼東西 然後到後來 慢慢慢慢開始接觸 天國文化的時候呢 就開始 可以 就是從天賦的眼光 去看很多的事情 然後去領受那個 做兒子的心 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東西都很不一樣 可不可以 這樣子換句話說 就是我記得我們去 C2C 國倫牧師台有分享 對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需要福音 對 我們每一天都是要被愛 對 然後每一天都要領受 對 才有能力 我們每一天都要問說 我們今天真的有沒有戴上 神真理的眼鏡 對 就是我們有沒有戴上這個 就是看見的是reality 不然的話其實很多東西 這些資訊進來的時候 都被扭曲了 而且我們很快就會有個 直覺的反應啦 對啊 如果還沒有練習好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很可能就會 像你剛剛講的 我們可能就會變得很 行為導向 律法主義 對 就覺得說欸我們是不是要 怎麼樣子的表現或什麼 可是我們真的就是 有一點錯 有一個錯覺就是認為說 天父是這樣在看我們 看我們的表現或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不斷的 求聖琳來 真理的琳來更新我們 幫助我們 好喔 有一個人說光哥最帥 哈哈 謝謝 好有兩個問題 大家就這兩個問題就最後了 好不好 我感覺到光哥的聲音已經有點雅了 我們要讓他休息一下 不不不不 我明天沒有事情 明天放假 好禮拜一我們要出菜欸 禮拜一我們要出菜 那個ok 那是退休會 我們現在 我現在光哥的心放很寬 okok 好 但是我昨天還去 我跟你講我昨天還去士林良堂 教那個ID 對對昨天晚上 那個真的很精彩 我覺得士林良堂 弟兄姐妹 我覺得你們的回應超踴躍的 因為今天下午 你今天有去教嗎 我今天去教喔 我覺得他們的反應好讓人受激勵喔 很火熱 對很火熱 好還有兩個問題 有一個人他問說 呃從小他就一個扭曲的鏡片 就是看到負面的新聞 就會覺得帶賽的詛咒怎麼辦 然後之後 跟我很像欸 然後他宣告神的話 可是還是會害怕 怎麼辦怎麼辦 對對對 其實跟我很像 我告訴你我從小到大 我帶一個怎麼樣子的鏡片 在我的裡面就是 我覺得好事絕對不會太久 喔 就是我裡面 我就覺得說 我這個人就是 就是又會有好事發生 但是這個好事絕對不會持久 就是 我的成功是不會持久的 樂極生悲嗎 對就是因為樂極生悲 然後會 一定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就算現在感覺都很好喔 但是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所以 所以我覺得其實 就是會 我們有些時候會有 那我們就 像保羅所說的嘛 就是我們需要 每天讓真理的靈聖靈來幫助我們 要心意更新的變化 那到底神是怎麼說的 到底神的話是怎麼說 那我要跟大家講 不是只是讀聖經而已喔 而是要讓聖經裡的話 在你的裡面 讓神讀給你聽 你要聽見神的聲音 你裡面才會有信心 所以你要知道說 第一個 不只是神的話語在講什麼 而是呢 神 祂剛對你說這個東西的時候 祂所帶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 我相信這位 耶穌祂是這位平安的君王 對 祂是這位和平的君王 祂一定是要 祂要釋放給你的是盼望 對 祂要釋放給你的是喜樂 是平安 是祂的公義 等等這些東西 所有就是聖靈的果子 這些東西 祂要釋放在你的裡面 但是呢 你要預備好你的心 去接受 那時候你領受的那句話是什麼 神對你說的 樂其生悲 神給你什麼樣的真理 我覺得 我覺得那一句話是來自於一個 很深的恐懼的靈 所以我記得那一 我為什麼會知道呢 就是因為 我在參加那個 康麥克牧師的聚會的時候 哇 我的 就是我的這個恐懼的靈彰顯出來 可是它彰顯是很安靜的 我知道有 可是它彰顯是很安靜的 可是它彰顯我就倒下去嘛 然後它彰顯出來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說 那個話就出來了 那個聲音就出來就是 你不可能會成功的 你就算你現在看起來好像很好 但是你有一天一定會失敗 你一定會軟弱 你一定會跌倒 然後可是神的話就進來了 神的話說 我所賜的不是膽怯的心 而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他說不要懼怕 就是稍縱即逝 你要相信你的成功是在神的裡面 而神與你同在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懼怕 就是把焦點專注 對 把專注交在神的身上 而且你就是要領受 神就告訴我說你不要懼怕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不容許 那個恐懼的靈 繼續對我的生命說話 好 今天最後一個問題 他說光哥 我老是用言語傷人 我脾氣不好 連自己都不能好好控制 怎麼辦 沒有關係 我教你 就是 你先連結於神 你先與這位愛的源頭連結 如果你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 靠著你自己的努力 或是意志力 或者是 你怎麼樣刻苦你自己 我告訴你 那都不會成功 因為就算那樣子的話 那樣子的改變是不會長久的 可是當我們 就像我今天講的就是 我們不是說我們要為神做什麼 而是當我們與神聯結 我不是講那個生命術的運作的方式嗎 我們從神那裡領受 我們不會愛人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講話 有些時候我們自己講出來的話 可能會很傷人 然後可能會很不恰當 但是如果我們從神那裡領受他的愛 領受天父的心 更多會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透過神的眼光 來看我們周圍的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 自然而然的 神透過你講出來的東西 就是非常積極造就 神透過你講出來的東西 就是能夠帶來安慰 神透過你講出來的東西 就是能夠賦予別人生命 但是他的問題不是你在做什麼 他的問題是 你是從神而做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 他有一個錯的觀念 就是我要為神做什麼 我要為神成為一個更好的基督 我要為神成為一個更好的基督 對 我要為神成為一個做好基督 對做好基督 然後我要怎麼樣有這樣的行為 或是怎麼樣的行為 是可以怎麼樣的行為 我說如果你自己來發動 出來的結果是你 可是如果你從神來領受 然後呢 你讓神先工作在你的裡面 比如說你說 你就很誠實的跟神講 說我就是有這個壞脾氣 或者是我就是 常常會講話的時候 那個 那神你先在我裡面工作 我先來領受你的心 我先來領受 你是怎麼樣對我說話的 對 那你會發現我就是這樣 就是我常常 比如說我常常真的很想要罵團員 我是罵同工的時候 我就會來到神面前問神說 神 你怎麼想的 然後呢 你想罵團員誰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就是 有些時候真的很想把人 頭丟斷 沒有沒有這樣講 可是我會告訴你說 交名字 我常常會問神說 神你怎麼想 對 你是怎麼樣想這個團員 嗯 你是怎麼樣想這個同工的 然後你知道神 我們永遠是以他尊容跟愛的眼光在看 對 真的 所以我看了以後 我就會發現說 我不可以 我怎麼可以這樣生氣 我怎麼可以 對他講這樣子的話 我應該要用神所給我的感動 來對他Prophecy Prophecy意思就是 把神所給你的感動說出來 釋放 所以你就釋放出來這樣子 所以我就發現 當我這樣釋放出來的時候 反而 我真的喔 就是你不是用 你不是把人罵盡到 這個 罵盡到天國裡 不是把人罵盡到 這個就是悔改的裡面 不是 而是你知道聖經上在講說 是神的恩慈令人悔改 真的 所以我是把他們帶到 神的愛的裡面 然後我們自己先領受 對 把他們帶到神的愛的裡面的時候 他們就有這樣子的經歷 所以再一次 不是你靠你自己的力量 然後也不是你說 我要怎麼樣改變 我要怎麼樣改變 行為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有沒有真實的與神連結 欸 有一個讓我很開心欸 有一位線上的家人 新朋友 你看我眼睛現在老花到一個地步 我完全看不到你那麼小 好我慢慢念我慢慢念 我慢慢念 完全看不見 我還不是基督徒 你們講得好有深度 要如何了解 認識你們的主 禮拜六 晚上五點 熊熊為了你 為了你 為了你 真的今天值得了 我們在林良山莊等你 就是為了你 對 每個禮拜六 我們都在林良山莊 我們是四點到七點 四點到七點 我們在林良山莊 但是他可能不能來啊 他就參加線上 不見得是在台北 但是沒有關係啊 每個禮拜也可以 對 對 每個禮拜也可以看啊 看我們的這個崇拜 那你要不要為熊熊來禱告 他想要認識我們的主耶 OK 好啊 他叫熊熊是不是 對啊 他上面寫熊熊 你這樣看 你以為我看得到嗎 是哪一個熊啊 就是北極熊的熊 好啊 OK 好 那我們就來為 熊熊 熊熊我也不知道 男生也可以叫熊熊 哈哈 所以我們把這位熊熊交在 主耶穌我們把這位熊熊交在你的手中 主要相信 在今天的 這樣子的一個機會的當中 主要你要用你的愛 來觸摸他的生命 主要讓你生命的氣息 進到他的裡面 主要很有可能他 很多的東西 他並不是完全的明白跟理解 可是他的心裡面 確實可以領受 因為主你讓他的心像一個好土一樣 可以領受 所有你要在他身上 所做的奇妙的工作 從現在這一刻開始 你就進到他的裡面 來翻轉改變他的生命 謝謝你耶穌 這樣禱告奉告主耶穌的名求 Amen 好 那我們今天的信息的討論跟分享 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下個禮拜二中午12點半 在YouTube上面 我們有線上小組 所以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然後有更多的問題 討論互動 我們都可以在下個禮拜的 線上小組 大家一起來相見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二 現在小組見囉 大家掰掰 青蟲見 下禮拜青蟲也要見 掰掰 掰掰 拜拜